現在醞釀一波新一輪的流感和新冠疫情 最近幾個星期 兒童入院的個案亦相對增加 但多數都是因為流感入院 部分情況很嚴重 包括有肺炎、高血壓、急性、幼乞都有 甚至腦部感染 要入院到家戶病房觀察 最近Super Mom有一個6歲的朋友 因為持續發高燒 又不知為何這麼高燒 心當然是哩哩亂 而且流感高峰期 私房一綁籃球 幸好找到醫科專科醫生幫到手 即時解決爸爸媽媽的擔心 我的煩惱 經過醫護人員悉心照顧 小朋友已經康復出院 可以回到學校 檢查發現原來小朋友的喉嚨有顆東西 中了過濾性病毒 知道是甚麼病 知道是甚麼病因 當然可以對症下藥及早治療 今集Super Mom就詳細說一下這個賠償的個案 當買了不同的醫療保險之下 究竟賠不賠得足呢 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第一時間就看到我們的新影片 很多家長都很有保險意識 小朋友一出生 沒多久拿到出生紙 就說可不可以幫小朋友買醫療保險呢 但有很多種醫療保險 究竟要選哪種呢 今集就講一下 不同醫療保險之下的賠償個案 究竟賠償結果會是怎樣 家長都會問我 究竟哪一種醫療保險 比較適合她的小朋友呢 當然Super Mom其實有個建議 就是買可扣稅全額支付的醫療保險 因為剛出生的小朋友 尤其是幼童 萬一持續發高消 很多時他們不會說 說不到 都要入醫院才能查到病因 就算是醫科專科醫生 臨床面診 都未必看到身體上有什麼毛病 最終都要入院 抽血 做化驗 檢查 程序完成後才知道病因 才可以對症下藥 一般剛出生的嬰兒 我都會建議買半私家病房 即是二人房 到小朋友大一點 就會轉回做大房 以免交叉感染 不過現在很多私家醫院的 兒童大房都只是三到四人 爸爸媽媽陪床 有機會睡得會好一點 小朋友病了固然不舒服 但其實大人也一樣這麼辛苦 萬一在隔離病床的小朋友 不舒服很多次是怎樣 哭 很大聲很大聲哭 遇到這個情況 同病房的小朋友 很大機會因為太吵 睡不到 這次賠償個案發生在10月 小朋友連續發高燒 進入了港兒醫院的大房 兩天一夜 港兒醫院的大房 其實是一個三人房 空間都算不錯 而且有些醫生也跟我分享 港兒醫院的醫療器材 都比較新正 是OK的 至於這次 兩天一夜的醫療洗費用了多少錢呢 房費善食大概用了1300元左右 集費開支方面 其實主要是因為化驗費 大概用了15000元 醫生存房費2400元 總數整個醫療費用是19000元 作為家長 兩天一夜的時間要19000元 荷包競箱 幸好買了一份醫療保險 獲得賠償 如果客戶買了舊式的醫療保障 即是每件事都有封頂位 有個上限 醫療保險大致就像這個桌子一樣 醫療費用會有每項上限 房費善食費一般800元一日 集費開支14000元每年計算 醫生存房費7500元一日 以這個個案為例 大約賠到16000元 即是86% 作為父母要承擔2500元左右 如果買了全立支付的醫療保障計劃 就可以賠足所有醫療費用 因為不設每項上限 亦都不用怕醫療通脹 只要你投保的時候 你減回房型 例如我買大房 我入住大房 就可以獲得全立的賠償 亦都不設終生的上限 即是整輩子都不需要 更換我的醫療保險 可以用到腦 還有包含最貴的 非手術的癌症治療 醫療裝置 住院前住院後的醫生費 物理治療費 這些全部都包含了 如果有手術可以在預先安排 爹地媽媽可以申請免找做服務 到醫院的時候 就不需要付任何費用 出院時可以拍屁股走人 那就不會影響流動資金 當然這個這麼全面的醫療保費 比起舊式的醫療保費 相對會貴一點 但我認為是物超所值的 我、兒子女女、黑餃仔和燒賣妹 都同樣地買了全套賠償的醫療保險 萬一小朋友有事 作為父母 我們當然是想第一時間 想他們選最好的治療方案給小朋友 而且不需要擔心賠不足的情況 醫療保險是需要按每個家庭的實際情況而決定 如果大家想為家人 了解全套賠償的醫療保險的細節和內容 可以在info box whatsapp 我們團隊跟我們聊聊 或者跟我們見面 讓我們多說一些給你聽 記得CLSE條片給其他朋友知多些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那一時間可以看到新片 下集再跟大家分享保險的冷知識 Bye Bye